郭文貴議員 這次我來焦點應該五次還是六次了吧 頭一次這麼商業的來介紹我的商品這件事情 好 那我先講一下為什麼當時我想要做黑膠唱片 因為我剛剛提到我其中一個事業體是設計公司 好 那其實除了我們去接一些規劃案件 商業案件之外 我常常就是這可以幫我發 大家可以摸摸看看沒關係 這就是實體的商品 那我常常就在跟大家講說 因為做商業案件其實有點無聊 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公司除了做接案子之外 我們還開了自己的商城 甚至就剛剛提到貿易公司 來銷售一些我們自己想做的設計品 那其中呢 因為我們主要是平面設計出身的 所以那個時候當時想到第一個門檻的商品 就是簽名書 因為我發現簽名書 剛好是我們的廠商資源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好 那那個時候簽名書 其實賣的PTA好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就很驕傲 甚至當時也聽到很多就是要結婚的一些反饋 說有沒有更新的東西之類的 當時我們在想 好 那個時候就跟我團團想說 好 那我們再開發新的結婚商品好了 弄到後來之後我發現 簽名書是迎賓的時候在做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該前進婚卡這一塊你知道嗎 後來發現婚卡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大概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他們也提了非常多案給我 跟我講說 那我做怎樣的東西 怎樣這樣 對 看起來都很酷 可是就覺得沒有什麼點你知道嗎 所以當時我小時候 我們先假想一件事情 今天我發帖子給各位 你有可能跟我不熟 或是你不想給我紅包 或是你不想來有沒有 裝死說 不好意思我沒有收到你的洗帖之類的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我寄一張這樣子的黑膠給你 然後上面也沒有寫那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一定會拆開來看 有沒有 拆開一抽出來 靠腰七天 對 這樣的情況下我就很確保你一定看得到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喔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就傳統 那時候其實我們找了非常非常多案例 或是說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設計 大部分就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才說 如果我們把它做成黑膠的話 應該蠻好玩的 好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後來發現它有幾個點喔 第一個 就你現在昏固公司啦 他們幫你包套 或是說你們去找網路上面 現有的東西 你可能預算從不用錢 到韓國那種比較精品 那種雷雕的那種 一份可能就是80到120一張喔 的洗帖 像我剛剛給你看的那種案例的洗帖 我都在想說 我給你 除非你是我的媽媽或爸爸 要不然基本上你不會流 你知道嗎 應該都是新人自己爽流而已 然後再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困擾 其實新人大部分都會做一些婚禮小物 然後婚禮小物都有共通特性 一定會有新人的大頭照 你知道嗎 好我再講一下 例如說像什麼 復刻牌好了啦 便條紙好了 像我拿到我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我放在桌上 然後就一直對著我笑 然後要用也不是 不用也不是有沒有 所以我在想 這個時候到後來都默默的 把它收起來 是不是就很浪費 這種資源浪費 但黑膠都不一樣啊 這一次的黑膠 我們直接堅持一件事情 那不妥協你知道嗎 上面絕對不能有 正面絕對不能有婚紗罩 一定要遠遠看起來 就是這個黑膠而已 他絕對不能有新人的頭像 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之後還能做什麼 他收到之後 這種東西要丟掉 其實自己心裡也會有點捨不得啊 你收到的人 所以而且現在大家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買黑膠來擺 不一定家裡有黑膠嘛 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所有的因素都串連起來 它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假象喔 可是它是事實 我收到了 我把它掛起來 那對不起 我好比說我送給你 那你把它掛起來 反正你也不知道怎麼用 那你也不去聽他 但當哪天我去你家拜訪的時候 我看到 哎唷 夠兄弟 我的婚卡你留到現在 爽嘛對不對 所以這樣 我們就是為了達到這個小目的 這可以幫我關掉嗎 謝謝 所以就這樣誕生了這個 黑膠婚卡 好 就是這個玩意兒 就是做出這樣的東西來 那我剛剛講的嘛 我堅持一定要有一面 看不出來它是新人的東西 但是沒辦法 出錢的最大 我只能淪陷第二面 還有黑膠有兩面有沒有 第二面只好用新人的婚紗照片 所以現在我們 現在推廣的方式 除了我們現在在我們的那個 協會的好朋友 就是那個Hario 在上面做集資 那現在也集資成功了 那我們就會有說 背面 然後除了這之外 我們還有跟一些婚顧公司做合作 就是他們拍 直接把你們的婚紗照片 放到這個 現在是示意圖的這個地方 所以什麼意思 正面 是只有你的名字 英文名字 看不出來 就只是個黑膠嘛 但側面的部分 就是你們的婚卡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到 可能大家好 應該 在座應該還沒有結過婚 我們這個時候咧 有發現一個問題 婚卡 沒有那麼簡單 婚卡有分 長輩鐵 跟屏被鐵 就是 這種東西 基本上是 屏被鐵 還可以接受 像之前不是有創業婚卡 是那個 罰單那種對不對 你想像一下 這個時候跟你媽講說 發鐵走到發罰單 要不打死你才怪有沒有 縱然不是要出錢 所以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發生 我們就想到說 好 除了這個屏被鐵之外 我們還要為了 因應長輩這件事情 我們多新增了幾個項目 剛剛大家看到的有兩種 一種是基本款 也是我最希望大家做的是 客製款 就是正面是文字 背面是你的婚紗 那第二款 因為實在是 這蜂巢實在太大了 大家都喜歡自己Q版人像 所以我們不得不妥協 我們也推出了 Q版人像的版本 那背面的話 你要放婚紗也好 或是 你要放到時候的 驗客資訊都好 如果說你要完全取代婚紗的話 洗鐵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第二種版本 那第三種版本 那純粹是我們開放給大家做紀念的 因為其實 我們除了黑膠之後 我發現 黑膠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如果我沒有去推廣 我們又是設計公司 會覺得心裡有點難過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想 如果你沒有要結婚 但是你覺得這個產品很酷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買一張黑膠的紀念卡 然後再來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概念不錯 但是我就沒有要結婚啊 那我今天要當小禮卡怎麼辦 就是 只是當作一個像是 這裡的一個卡片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DIY版 上面可以隨便你們去做塗鴉 對 然後這也是後來 我集資之後才發現 有人給我一個建議說 我們可以去買 那個紀念款 然後用七筆在那個膠盤上面做簽名這樣子 好 那我剛剛提到嘛 平貝鐵跟長貝鐵 如果長輩不能接受 但是你也非常喜歡我們的設計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加購婚禮小卡 那這個東西上面就有完整的驗客資訊 跟普通的婚卡師一樣比招辦理 那這個東西你不需要額外信 你可以直接塞進那個套子裡面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分幾種銷售方式 你可以最少買10張 因為成本考量 我們至少一定要10張 最多到50張 那價錢等一下我會展示給各位看 那 有這些姐妹啊 兄弟啊 發這10張到20張我覺得差不多 那其他的部分 你就可以一次買100張的婚禮小卡 你要 就直接發送你的婚卡這件事情 好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情況下 其實你們現在只要在Google上面 只要搜尋黑膠婚卡 基本上應該都只有我的東西 因為 曾經啦 大部分 我看過有相關議題的創業婚卡 但他們都是 用印刷的方式去做仿照 可能比較小 然後好像沒有真的拿到1比1的黑膠這件事情 那 我們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在 在發問卷的時候 我發現啊 藏幾個問題啊 第一個 它是不是真的黑膠 是 我們其實收集了所有的二手人家 不要的黑膠 然後來讓它有重新的生命這件事情 所以你無聊的話 你如果家裡有黑膠機 中間有個洞要把它戳破 然後放到你的黑膠機上面 它絕對有音樂 對 只是我沒有辦法保證它裡面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猜啦 應該是古典樂或旋律樂器相關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 我去採購的那個黑膠上面 它大部分在賣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大家驚喜看看說 放下去是什麼東西 應該不會搖滾月啦 放心 然後再來就是 當你買了這樣的東西之後 我要寄出去或是我親手遞送 其實都可以 那我也 到時候我們會有那個紙套 對不起 不知道 是透明套 那像各位可以發現一下背面 背面有留一個白色的區塊 那也就是貼你們的那個寄件地址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放到 交給郵局寄送 這個我們都已經確認好 大概30塊就可以了吧 好 差不多這樣子 好 那那個可以請幫我滑到 滑到那個 網頁的部分 那之前也很多人在擔心說 欸 你現在是集資呢 這是混卡 如果我買下去 你集資沒過我拿不到 我的問題就回了 對 現在放心 終於已經 在上個禮拜吧 已經過完了 所以表示在結束10月1號之前 大家下訂的話 10月8號你們絕對拿得到 好 那甚至 我們都幫大家看好了日子 接下來 最早就是10月8號以後的話 欸我這邊有幫你們看好有沒有 從10月到12月的部分 欸最早的好日子 應該是在24號啊 所以如果你現在第24號 絕對來得及 你知道嗎 對 我覺得會在11號的時候 送到你手上 沒有對象 喔沒有對象 你可以買紀念卡啊 對啊 對啊 好 對就這樣子 那如果有任何興趣的話 歡迎直接搜尋黑家風卡 或是直接跟我聯絡 或是直接掃你們手上的一些訂閱 你就可以了 好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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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